科技巔峰 优势超凡 本集节目感谢TopMore赞助补出 华硕一连发表了两款手机 一款是Zenfone 8 另外一款是Zenfone 8 Flip 8 Flip大家可以快速理解为 是上一代Zenfone 7的小升级款 CPU升级到新一代旗舰S888处理器 并改为了荧幕下指纹解锁 具备与Zenfone 7相同规格的相机镜头 而更令我惊艳的是这款小制的Zenfone 8 同样搭载旗舰S888处理器 最高搭载16GB LPDDR5的RAM 256GB UFS 3.1的ROM 最便宜的8GB 128GB 从18,990起跳 以搭载S888这颗处理器的手机来说 价位算是相当便宜 目前比它便宜的看来只有realme GT 多3000元你可以得到翻倍的储存容量 8GB 256GB为21990 类似规格的相同价位带的就是小米11 那或许我们之后可以把这两款手机比较一下 再加2000块变成23,990 记忆体就从8GB升级到12GB 多了4GB每GB才500块而已 相较于去年Zenfone 7的定价 多2000块才给2GB 等于每GB1000块 这次算是很大的优惠啊 那如果你想看看最贵可以点到多少 还可以在网上再加2000到25,990 选择16GB 256GB的规格 以上是Zenfone 8的定价啦 S888手里器 2万元有找我就觉得蛮厉害的 然后又有不错的相机调校 还有独家特色 这样我就觉得很划算了 那我个人是觉得6GB就很够用了 8GB已经是杀机用牛刀 再往上就已经是浪费了 难不成我拿个16GB的RAM 在Android里面开RAM Disk玩吗 那如果真的是想要往上开规格做5D展示 那我又觉得12GB好像是来打酱油的 真的不需要开一个高不成低不久的规格 来增加自己SKU的压力 我觉得这顶多就是在价格上 可以让华硕做到锚钉的效应而已 那如果真的要往上开规格定价 我觉得开16GB 512GB才有意义啊 价格再往上冲一点 才有真的去发挥到消费者剩余 那不过以上都是我初步的想法啦 搞不好收购里或是老用户优惠 会带来更多的变数 毕竟这些也是大家真金版银要花钱买的嘛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 可以优先在留言讨论 不许我们下一部影片就来分析一下 Zenfone 8 Zenfone 8 Flip要怎么购买 接着看到Zenfone 8 Flip的价格 8G 128卖20,990 如果觉得容量不够 一样加3000就可以升级到8G 256GB 那么以8G 128为基准的话 我们回去比较Zenfone 7 可以发现价格其实也已经降了3000元 那么在CPU升级以外 似乎看不到太多Zenfone 8的亮点 但是华硕也很实在的给了大家非常明显的降价 而回到Zenfone 8和8 Flip来比较 相同的CPU相同的容量 8 Flip就是贵了2000块 那它就是以大容量、大电量、翻转三镜头为卖点 而Zenfone 8则是以小巧机身 却有旗舰性能 相机也是旗舰水准 其他各方面都有高阶规格 再加上IP68防水防尘 顶规更有16GB、256GB的怪兽规格 可以满足极致的需求 Zenfone 8到底有多小巧呢? 官方规格表的尺寸和重量我们就列在这边 另外一边是Enterbox 我们实际测量的结果 整体来说我觉得小手机真的是非常棒 我觉得华硕做错的 就是没有早一点推出这样大小的手机 现在用了一周左右 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用 希望华硕未来可以持续经营这个尺寸的手机 推出更多选择 在这些测量规格当中 华硕特别强调 它们将手机宽度设计在70mm以内 我们实际测量 虽然比官方的规格还要大一点点 但也绝对有在70mm以内 加上保护壳也只有在70mm出头 这样的大小比我目前在用的手机都还要更窄 在单手的操作上也就更方便 重量也非常轻 只有170公克左右 非常容易就可以一手操作 走路的时候放在裤子的口袋 也比较不会卡到 相机区域有稍微突出 在套上原厂的保护壳后 落差有变小 放在桌上即便有一点点悄悄板的效应 但也不是会晃到很大的那一种 那这边额外提一下 在开箱过程中 我发现这次华硕只有随附一个保护壳了 也就是去年称的ActiveCase的样式 以前的透明保护壳就取消咯 那回到机身厚度 我认为既然差距都这么小了 是不是可以干脆加个无线充电 或是其他功能来达到相机的起屏 还能满足更多用户 当然我的立场是觉得 有些多的功能我可能也用不到 但如果有的话 或许华硕就有机会多抓到一些客群 例如没有耳机孔 我现在也是很习惯的 但有些人还是坚定的信仰嘛 这样的想法是建立在 我观察发现 大多数人对手机的厚度 还有重量的感知能力 其实没有那么敏锐 要将这么强悍的规格 按4000毫安时 塞到这么小的机身 华硕这次采用了双层主板的设计 但是细看你可以发现 它跟以往双层主板的ZenFone 7 还有RG Phone 5 是以BTP排线连接是不一样的 而这次ZenFone 8 使用的是Interposer的方式 来连接两块主板 大家也可以叫它是主板的中介层 因为如果你直接讲Interposer的话 有可能别人会误以为 是晶片封装的那一种Interposer 那Apple从iPhone X开始 就已经采用这种技术 是较广为人知 使用这个技术的手机 那华硕表示 这次在ZenFone 8采用的Interposer 主要是他们的研发团队 和制造商合作的技术 对于这项工艺的导入和凉率上 的确有许多技术上的挑战 这次设计上面有618个接触点 那我看过很多朋友还有网友 其他品牌近年的新手机故障 有不少就是发生在Interposer 通常就是有摔倒 或是比较大力的撞击 或是有可能你不知道 但你其实有摔倒 然后过一阵子以后才渐渐出现故障 拆出来以后 发现手机上的零件 还有主机版的晶片 是没有损坏的 其实就单纯 只是因为这个主板的中间层脱落 那如果你脱落的接触点 刚好是地线的话 那你通常也不会有感觉 因为设计上面会有很多的地线 那断掉几个地线 其实不会有影响的 但如果它断路的 刚好就是讯号通道 或是电源通道 那很有可能 你就会有一些功能 无法开启 无法使用 甚至严重一点 就是没有办法开机 不过新技术有风险 也有它的价值 也会不断一直进步 不断更新 而且都已经量产这么多年了 其实这个技术也算是很成熟了 目前包含ZenFone 8在内 我自己手上工作正在使用的手机 全部都是有用 Interposer这个工艺的 所以我想强调的是 我非常支持这样的设计 但我们也需要一点时间 让华硕证明 它们的技术有很好的稳定性 Interposer这样的技术 怎样在ZenFone 8上面 发挥它的长处呢 最直接的就是 它节省了ZenFone 8 62%的 主机板占用面积 那就让出了更多空间给电池 所以让华硕这次的电池规格 可以拉到4000毫安时 而且也有足够的空间 安装耳机接孔 那电池的部分 因为我还没有空 让它连续跑个几天的 续航力测试 先就我一周使用的感受 和大家分享 那我是有安装5G的Sync卡 主要使用的模式是动态效能 一天下来就是接几个电话 然后哗哗新闻 做一些效能测试 那有些效能测试 我是会开在高性能模式去测试的 所以在一个粗略的感受下 我觉得续航力不差耶 那也不会有什么 电量的担忧恐惧 用超过一天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系统显示 我们的测试标准 对ZenFone 8进行续航力的测试 那出来的结果 我们或许会再和其他机种做比较 那刚刚有提到Sync卡 这次ZenFone 8 依旧维持了双Sync卡的设计 不过卡槽已经移到了机身下方 也就是在USB-C接孔的旁边 那卡托为双面的设计 并且取消了MicroSD 变成超小一个的卡托 那周围也有防水胶圈 少了MicroSD 一开始选购机种 你就需要把容量选到足够 也少了一个可以备份的选项 那Android手机的用户 经常也是要面对这种情况 那除了容量限缩的Google Photos 是备份的手段之一 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 可以用USB-C的外接SSD来做备份 那刚好我去年有开箱过一款SSD 是TopMore的TS1 SSD 先前我有将它接到ZenFone 7上面 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这次在评测ZenFone 8的时候 我也会产出很多的跑分截图 设定画面的截图 还有游戏画面录制 还有实拍测试的影片照片等等 我就需要把这些测试的截图画面 还有内容 输存到TS1 SSD上面 例如游戏画面录制 如果是狂野标车这款游戏 玩10分钟录影的话 其实就超过1GB了 那还有大量的影片对比的素材 那个通常都好几GB取跳了 那因为我们这个是工作用途 使用量比较大 所以我就直接选了1TB的版本 如果是一般大众消费者来讲 我觉得选择便宜一点的256GB、512GB 或许会更符合你的预算 可以把钱花在刀口上 TS1 SSD里面的构造 就是一个M SATA的SSD 实际上速度也大概是500MB的等级 不过目前受限于手机的USB-C 通常都只有USB 2.0 因此就只能发挥到40MB、50MB左右的速度 所以我非常希望手机厂商 可以将USB-C的速度提升到USB 3 这样也比无线传输的60MB还要快数倍 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说 我会建议云端还有外界SSD 搭配来使用 安全性和方便性都会好上非常多 其中TS1 SSD也跟Zenfone 8一样 具有超小的体积 是我目前看过同类产品中最小的 重量也仅有26.6公克 并且提供5年保固 延续使用到下一只手机也没有问题 像我们平常这个月评测A手机 下个月A这个SSD又搬到了 另外一只手机上也可以交互的使用 那如果你需要更多层的防护 那我就会建议你可以和家人合买NAS 多一份备份多一份保障 手机搭配到NAS就会比较吃内网的速度 而Zenfone 8和8 Flip都支援到最新的Wi-Fi 6E 但是目前这个规格在AP上面的能见度非常低 就很难发挥这样新手机的优势 所以如果你有内网传输的需求 我建议就会买到Wi-Fi 6的AP 此外Zenfone 8和8 Flip也都具有双频Wi-Fi 就是许多Android手机现在高阶的都有这样的功能 它可以同时连接5G和2.4G的Wi-Fi来增加稳定性 可能有些人也很疑惑 为什么在8上面只用了两颗镜头 分别是IMX686 6400万支援OS的主镜头 还有IMX363 1200万的超广角镜头 这些规格都与Zenfone 7、Zenfone 8相同 但却没有使用了长焦镜头 我个人是蛮同意这样的做法 也蛮符合华硕他们的调查 他们发现使用者70%的时间是使用手机的主镜头 20%会使用广角镜头 只有10%会使用长焦镜头 这的确蛮符合我作为一个手机拍摄使用者的测写 那有一种偷偷被说中的感觉 那在考虑到要是做到这么小的手机上面 势必需要取舍掉一些零件的 那如果我是Zenfone 8的决策者 我也会优先砍掉使用率较低的长焦镜头 那少了长焦镜头 手机拍照就会变得很惨吗 我想是不会的 毕竟以前的手机也没有这么多镜头啊 那手机上的长焦镜头在我手上 使用率真的是很低 真的有在使用的时候 也不是为了看远处的东西 而是为了拍摄镜物 在画面构图上呈现我比较喜欢的集中感 不过在这一点取舍上 我还是非常支持的 Zenfone 8的主镜头也具备了OS 不管是拍照还是录影 我也会更加放心 这也是我选择Zenfone 8的拉力 前镜头采用的是IMX663 这是第一部搭载这颗 1200万感光元件的手机 设计的等效的焦距是27.7mm 录影最高可以支援到4K30fps 或是1080p60fps 那相机部分我来小总结一下 CP值蛮高的地方就是 虽然Zenfone 8是小手机 但华硕并没有降低相机的等级 而是采用了旗舰等级的规格 让我完全没有遗憾 再加上去年我看到华硕 在这两颗镜头的调校相当不错 对他们来说Zenfone 8就只是照抄而已 工作量就不会太大 那对我来说 选择Zenfone 8在拍摄上 遇到雷的风险也就会小非常多 那实际使用后也非常符合我的猜测和预期 所有的操作都非常好 只有进步没有退步 在发布之前 我非常期待Zenfone在Flip Camera上面 可以断出一些新花样或小升级 不过看来华硕从Zenfone 6 升级到Zenfone 7的时候已经把大招都放完了 这次除了在外观上将Flip Camera换上新logo 主要就是将翻转马达的耐用性提升 从20万次提升到30万次 Zenfone 7 Pro的拍照实力我非常满意 录影EIS的防守战效果也非常好 但这次Buff Flip居然拿掉了OS 实际上这样对拍照会不会有影响 这一点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做测试 那由于相机硬体相同 拍摄的规格也以去年一样 这边就附上所有拍摄的规格表给大家参考 那这个表格上面的资料是Zenfone 8 Flip 如果你是要看Zenfone 8的话 主要就是看主镜头跟超光脚镜头 长加镜头就不要看了 而前镜头的规格目前我们没有这样的表格 大家可以到官网看一下 或是我刚刚有提到 它的录影规格最高就是到4K30fps 或是4HD 1080p 60fps 在软体的进步方面 8和8 Fleet的相机软体中也有新增一些功能 像是文件拍照模式 在画面中会及时呈现运算捕捉到的文件区域 不过去英明的效果我觉得可以再加强一些 才会有扫描文件的感觉 在设定中有更多可以提供使用者的选项 例如我很喜欢的专业模式中 提供了两组额外的自定义参数 大家都知道 手动模式每次要调整各项参数 其实非常花时间 那像这样有一些快速的快选群组可以选择 效率应该可以提升不少 是我之后特别想应用的功能 Zenfone 6和Zenfone 7 有一个设计相同的零件 就是喇叭 但是这次在Zenfone 8上面终于迎来了改变 实际听感上 我手上的iPhone 11 Pro喇叭放到最大声 是比Zenfone 8还要更大声的 但是经常会破音 而Zenfone 8放到最大声是没有破音的 在分配器的协助下 我将iPhone 11 Pro调低音量 让两者尽量差不多 Zenfone 8的音效还是比较好 低音也比较明显 杂音也比较少 不过我也比较少用手机喇叭在听音乐 出门在外我比较多会选择用蓝牙耳机 在Zenfone 8上除了蓝牙耳机 3.5mm的耳机接孔又回来了 对于想要将手机作为有线讯源 或是还留着有线耳机的人来说 又多了一款手机可以选择 尤其在这么小的体积中 还愿意腾出空间给手机 真的是非常有诚意 应该可以再次掳获不少 3.5mm耳机的爱用者 8 Flip的萤幕与上一代相同 在此也不多赘述 而Zenfone 8的解析度2400×1080 与8 Flip相同 但凭借着较小的5.8英寸萤幕 达到了445ppi 也有90%的萤幕占比 采用Samsung E4 Panel的AMOLED 有着相当好的色彩表现 想当年 3.2寸、3.5寸、4寸萤幕的 智慧型手机 还不是用得好好的 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大的萤幕吗 是需要大一点 但是现在Android手机的萤幕 普遍大到我觉得 非常难以负担 所以这次华硕 推出小萤幕的Zenfone 深得我心啊 萤幕更新率为120Hz 在设定中 也可以调整为60Hz或90Hz 并有240Hz的触控采样率 在Zenfone 8和Zenfone 8 Flip的 萤幕下方还有指纹解锁 为光学式的萤幕下指纹辨识方案 回顾Zenfone 6的后背指纹解锁 Zenfone 7的侧边指纹解锁 到今年Zenfone 8的萤幕下指纹解锁 华硕是不是很喜欢尝试 不同姿势的指纹解锁方式啊 我想这也是Zenfone 8 Flip 为数不多 可以跟Zenfone 7区隔的地方了 但我目前是比较喜欢 Zenfone 7的侧边指纹解锁 感觉速度是比较快的 不过Zenfone 8的萤幕下指纹解锁 也算是另一个方式 解决了Zenfone 7上面 侧边指纹解锁容易误触 和按键松松的情况 如果华硕可以进一步 加快萤幕下指纹解锁的速度 我觉得在使用上 我也是可以接受这样的改变的 毕竟这两者的改变 并不是太大的阵痛 现在的电源键 就是和智慧快捷按键二合一 并用了我记得是Zenfone 6 按键上面的浅蓝色 原本在Zenfone 6上面 只有外围一圈浅蓝色 Zenfone 8是整个电源键都是浅蓝色 更加凸显了按键的位置 因为这次我选择评测的是Zenfone 8 Zenfone 8 Flip 我们之后会让阿汤来向大家介绍 那这边我就先和大家报告一下 目前我测试Zenfone 8的数据 第一款是Wildlife 3's Test 在高性能模式中 得分达到5691分 Stability为84.5% 而在动态效能模式中 得分为5245分 Stability为74.2% 第二款软体是PCMark 高效能模式下得分是14264分 在动态效能模式下 得分是11590分 第三个是A1SD Bench 在ROM的读取部分 速度是1628MB 写入是487MB 这个规格是UFS 3.1的256GB 而RAM的速度是56971MB 规格是LPDDR5 16GB 没错 这次我拿到的是最顶规款的16GB 256GB 如果大家知道 怎么样在Android上玩RAM Disk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我想来试试看 第四个是Android Bench 读取速度是1817MB 写入速度是802MB 第五个软体是JigBench 在高效能模式下 多核心得分数是3447分 在动态效能模式下 得分是3326分 刚刚同事说 PCMark出了3.0的版本了 所以5月13号当天 也就是现在距离发片 只剩下30分钟 我马上又补测了PCMark 3.0 跑分如下 在高效能模式 得分是16636分 而在动态效能模式 得分是13621分 最后我们来谈一下外观的颜色 ZenFone 8有三个颜色 ZenFone 8 Flip有两个颜色 我目前使用的是ZenFone 8的黑色款 背后有非常细的雾面质感 不太容易沾指纹 目前的保护壳都是无法展示出机背的颜色 希望有厂商可以推出透明的软壳来预知搭配 总结来说 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小款的ZenFone 8 对于高效能用户来说 这样的效能和体积 也真的没什么好挑剔的了 价格也非常有CP值 还是华硕第一款IP68的防水手机 满足了很多消费者一直敲碗的需求 而ZenFone 8 Flip 不仅顾到了翻转镜头的使用者 若你喜欢大萤幕 却不喜欢翻转镜头 也可以透过保护壳上面的卡扣来固定 我遇过很多人买ZenFone 7 结果只是图个大萤幕 几乎也没再用翻转镜头 他就觉得ZenFone 7的拍照很好 录影很棒 但是他也不需要用到翻转 我觉得像是STP的技术介绍 还有充电续航力测试 因为时间有限还没有完全做完 大家可以先把想要测的内容 或说一些疑问写在留言区 下次我们就可以一起回答到了 邀请您按赞订阅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请不吝点赞订阅